尹氏 鲁迅 尹氏历来算是一个美名 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 最显著的则有刺沉湄公的偏然 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象牙的诗句 至今也还有人提及 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 于是别方面也就求知太高 彼此望其所以 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 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尹氏的心目中的尹氏 是声闻不张 吸引山林的人物 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 一道挂上尹氏的招牌 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 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 或是他的帮贤们的开罗喝道 尹氏家里也会有帮贤 说起来似乎不尽情理 但一道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 那是立刻就有帮贤的 这叫做肯招牌 这一点也颇为非尹氏的人们所诟病 以为尹氏身上而有有可凯 则尹氏之阔绰可想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物件 和硬要有名的尹氏 老死山林中者相同 凡是有名的尹氏 他总是已经有了 悠哉悠哉 了以足碎的幸福的 躺不然 招砍柴 咒羹田 碗椒菜 叶之巨 又那有西烟品名 吟氏作文的闲响 陶元明先生 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吟 一名田园师 自然他并不办期刊 也赶不上吃羹款 然而他有奴子 汉晋时候的奴子 是不但侍候主人 并且给主人种地 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 所以虽是元明先生 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 要不然 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 而且没有饭吃 早已在东黎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躺要 看看尹君子疯 实际上也只能看看 这样的尹君子 真的尹君子 是没法看到的 古今著作 足以汉牛而冲动 但我们可能找出 乔夫渔夫的著作来 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 至于那些文士师翁 自称什么调徒乔子的 道大抵是悠游自得的 风翁或公子 何尝捏过吊杆或斧头饼 要在他们身上赏剑引义气 我敢说 这只能怪自己糊涂 灯士是淡饭之道 归饮也是淡饭之道 假使无法淡饭 那就连饮也饮不成了 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饮 也就是因为要淡饭 煎出饮室的招牌来 挂在城市山林里 这就正是所谓饮 也就是淡饭之道 帮贤们或开锣或喝道 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饮 所以只好开一点饮游 其实也还不外乎淡饭之道 汉唐以来 实际上是入室并不算弊 饮居也不算高 而且也不算穷 必须欲饮而不得 这才看作世人的陌路 唐末有一位诗人 左眼自述他悲惨的境遇到 谋饮谋官两无成 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饮的秘密的 谋饮无成才是沦落 可见饮总和享福有些相关 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 颇有悠闲的鱼鱼 但赞颂悠闲 鼓吹烟鸣 却又是挣扎之一种 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 虽饮也仍然要淡饭 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 要保护的 泰山崩 黄河邑 饮士们目无见 耳无闻 但苟有一己 自己奔或他的一伙的 则虽千里之外 半具之威 他便耳聪慕名 愤昧而起 好像事件之大 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 也就为了这缘故 其实连和苍蝇 也何尝有什么相关 明白这一点 对于所谓饮士 也就毫不诧异了 心照不宣 彼此都省事 选自鲁迅全集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